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 同时也很现实 另外这个时间讨论 还稍稍有点前瞻性的话题 叫中国企业家制度性失位 以债务经济问题 那么在前面的 我们关于经济学的派讨论当中 我们是否讨论那些理论问题 企业的企业家理论等等 那么这个理论问题 跟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没有关系呢 太有关系了 那我们先来讲现实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债务经济问题 1993年 我们92年小平南行 揭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戏目 所以我们从93年到现在 我们把中国的债务经济 是分成四个阶段 初期就是93到99 然后温和发展期是2000年到08年 然后债务经济的狂飙期就是08年 美国金融海啸 然后09年全球经济危机 然后这个时候中国是祭出了4万亿 所以09年到16年这是狂飙突进 然后债务经济的成熟性就是2017年到现在 这个时候政府有点小心感觉到危险 所以去杠杆什么这个供给撤 债务好像比较平稳 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最新的情况 也就是2022年将要爆发的 又一轮债务经济的问题 0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 31.4万亿 前社会固定占投资总额17.28万亿 那么大约占到了经济总量的55%左右 这个时候债务经济的不太明显 然后我们看一年一年就往上争 到了15年年度投资总额呢 达到了经济总量的83% 你就可以看出来经济靠什么拉动呢 其实就靠靠投资拉动 那么基建狂魔的名头 从这一年就开始在世界上叫响了 就中国靠什么拉动经济呢 其实就是靠投资 投资就是指的基建投资政府所主导的 这个信贷所启动的 那么最终呢带来债务经济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基建狂魔 基建狂魔呢就是指中国 这个名头呢从此在世界上叫响 那么基建靠投资 消费呢又靠什么呢 消费呢靠房贷 也是跟债务连在一起 从07年一月份起 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 里边多出了一个项目 叫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里边 特意把所有的贷款区分为居民户贷款 和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 06年之前呢是没有这种区分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 这个房贷越来越多 中国基民的房贷额暴涨 年化的增数达到了接近60% 那么伴随着基民房贷额度的暴增 房地产也成了这个仅次于大基建 拉动中国经济上涨的力量 那么这个房贷暴涨 那么中国居民的杠杆力呢 也不断的上升 居民也陷入到债务经济的泥潭 那么银行放松信贷 国家呢大搞资产基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的制造业呢也得了好处 这个因为它的产能充分的释放 再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 能够环保的成本也低 那么中国的这个产业极新优势呢 发挥出来之后啊 整个中国制造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那么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么这段时间啊 中国经济可以说一片繁荣 那么实际上起的是什么呢 就是城市化的楼市红利 那么房地产呢 大概能够解释 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 20%到30% 那么借着这个城市化 借着楼市啊 钢筋水泥啊 那个房贷啊 债务经济也在这里头啊 悄悄的就啊 这个不断的不断的上升 14年啊 中国的经济总量 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啊 那么达到美国的60% 成为二战之后 第三个达到美国经济 60%的国家啊 前两个的分别是 前苏联和日本 那么此后 中国经济继续前进 到2018年啊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 已经接近美国的67%了啊 所以中国这段时间 一直在追赶 那么但相伴生的呢 就是债务经济啊 我们看到无论是政府 还是啊 这个企业啊 还是居民部门啊 那么债务都在上升 中国债务经济的问题呢 由来已久啊 08年4万亿呢 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狂飙突进啊 成为历史里程碑 从论可指标上来看啊 目前啊 中国每年新增贷款的增长速度 都快于经济增长啊 新增的利息呢 都超过了GDP的增量啊 也就是说你每年啊 这个新增的利息还不如 这个每年新增的这点财富 还不够还利息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经济呢 又啊 这个出着一个 这个出现了一个批评啊 就整个中国经济呢 其实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 那么庞氏骗局呢 主要是从14年之后啊 14年之后呢 整体上中国经济出现啊 庞氏骗局的征兆啊 因为李克强啊 这个呃 有有一个指数叫克强指数 克强指数的三个实物指标 铁路货银量用电量 新增贷款啊 这个指标呢 14年以来的都非常难看啊 但是货币和债务呢 却称称称的增长 可见这个时候经济不咋地 但是呢 债务呢 货币呢 狂涨 所以13年的时候呢 这个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啊 克鲁格曼呢 最先指出啊 他的中国经济呢 实际上是一种庞氏骗局啊 他低消费高投资啊 那么中国经济就像一架自行车啊 不前行就会倒下啊 现在中国的庞氏自行车 真冲向一堵墙啊 呃 低消费高投资啊 老百姓没有用消费接盘啊 那么政府呢 用高投资不断的击鼓传花啊 那么就成为一种庞氏骗局啊 那么 克鲁格曼指出啊 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啊 激进狂魔啊 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仪消费者的产能 而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啊 实际上呢 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 进一步扩大产能 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明确的最终的买家啊 所以我们知道政府是可以制造GDP的是吧 印钞票啊 然后让国有银行去贷款啊国有企业去投资啊 政府自己就可以玩 不需要企业家不需要市场是吧 中国政府就这么大能量啊 为GDP而投资 让业绩啊 这个好看啊 制造业绩完全可以 而企业是什么呢 企业是为稀绣而投资的啊 政府是为GDP而投资的 这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地方政府呢 他借了钱就不想还的是吧 这个地方政府地方所谓的各种的平台啊 这个借钱就不想还 而市场的企业是不是这样的 他不赚钱他就不投资啊 不赚钱你还投资啥呢 而地方政府管他呢 借的钱先折腾一通啊 这个还不还呢 不想还 从来就没想过管 那么这个你的债务很高怎么办呢 没问题啊 借新债还旧债就好了 借新债还旧债 那么去死心的真的倒腾 这就是债务经济不断的上升 那么庞氏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犹太人啊 很有意思 卡斯庞氏啊 他说过一句话 他只要骗子给出足 给给出足够诱惑的回报啊 人类就会疯狂啊 只要给出足够诱惑的回报 人类就会疯狂啊 那么这个庞氏本人呢 正是这么做的啊 就是他45天啊 给50%的利润回报啊 所以呢 当时二十分之一的波斯顿人 都投钱给他了啊 他一年之内呢 赢得了158美元 在那个时候啊 所以呢 庞氏这种做法啊 就是一个 后来出了一个经济学名词 叫庞氏骗局啊 然后引了很多人啊 这个不断的进到他里头去 那么最后一波人呢 就被割韭菜 那么中国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空手套白狼啊 而中国经济的目前呢 其实就有点像庞氏骗局啊 就有点像空手套白狼啊 你和政府能创造财富吗 政府能创造GDP吗 政府能比企业家厉害吗 这不是一个神话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讲了半天企业家理论 要不就白讲啊 所以呢 正在沦路到政府空手套白狼啊 然后呢 债务经济掩盖中国经济的问题 是吧 那最后总有一天 会玩不下去啊 这个呢 就是最终人们会发现 这种玩法 就是庞氏骗局 很多人相信啊 无论中国债务情况 如何严重 只要这个借新债 还旧债能撑下去啊 政府都不会引起 大规模的险性违约出现 这个中国政府太伟大了 太强大了 从来没有这种事啊 从来没有这种事啊 当年对韩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 韩国大企业财阀也是这么看的啊 但是 to big to fail 太大了 以致他不能够倒啊 也不可能倒啊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 韩国的大乙等等 在金融危机中 碰碰碰就倒下去 美国一样是吧 这个雷曼啊 这个等等 碰碰碰也就倒台了 所以中国的债务经济呢 本质上就是空手套白狼啊 其实就是庞氏骗局啊 只不过大家现在很少讨论啊 甚至没有感觉啊 整天在水里啊 都忘了自己在水里 那么中国政府呢 在2016年之后 其实看到了危险啊 开始呢 采取了一些刹车的行动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指得啊 我们知道的这个是吧 这个供给侧改革 然后去看看 所以呢 这几年的这个债务呢 也变得平稳了一些啊 就是并不是一路上升啊 这几年其实是变得平稳了一些 那我们要讲一下 中国债务经济的最新期日 最新期日被两件事打乱了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疫情 还有一个是这个防疫 你怎么来防疫 这两件事都打乱了 中国的债务经济 啊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呢 中国经济的气杠杆进程被打断啊 然后债务力重新的 积极的上升啊 啊 那个这个 所以呢 这个 呃 这个到2021年一季度啊 我们看到这个除了金融部门之外 包括机民部门 非金融企业部门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这四大实体经济部门 债务杠杆利益都 增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啊 所以呢 现在中国的债务经济啊 绝地是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啊 那么从绝地值来说啊 啊 这个各部门的债务总额呢 其实是一直在上升的 没有降低的时候啊 但是杠杆利益有的时候会变得平稳一点的 就是因为啊 经济还在增长 啊 所以解决债务问题最终是靠什么呢 啊 其实不是靠还债啊 而是靠经济增长啊 如果经济增长啊 这个 这个分母啊 这个分这个分母分母做大了啊 那么显得就这个分子不动的话呢 那么整个债务率就降下来 是靠这种方式 所以只要经济增长呢 这个问题呢 还不不那么严重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是啊 这个从啊 2022年开始啊 这个整个的啊 整个的中国经济啊 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甚至呢 已经撞到了科鲁格曼说的热度墙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再次啊 这个大量的扩张债务啊 那么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啊 那么债务辗转腾螺的空间 也会变得非常的狭小啊 那么就要出大问题 啊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级跳水啊 那么高速增长阶段呢 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啊 平均年增长是百分之十左右 然后呢 增长的徘徊阶段就一二年之后啊 一二年之后啊 一二年之后本届政府上台啊 那么经济就开始往下降了 就是百保七保八了啊 然后呢 一六年之后呢 保六都保不住了啊 然后呢 现在是保五也保不住了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 三级跳水啊 未来的终极趋势呢 是经济增长会下移到百分之五以下啊 因为老年化社会来了啊 然后劳动力呢 这个过剩劳动力也没有了啊 能口红利变成能口负债啊 这就是克鲁格曼讲的那堵墙 后发优势的渐渐四季啊 能够了中美啊 战略竞争啊 脱钩啊 让整个中国经济啊 这个技术升级啊 这个转型升级的成本的上升啊 所以呢啊 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基本上来说啊 这个未来的其实呢 呃 杠杆加杠杆的到了某个某个极限啊 就连居民部门也是这样啊 居民部门啊 那么这个现在呢 大家这个当前啊 这个债务也是太高啊 这个可资费的输入越来越少啊 挤压了消费 呃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到头了 房价呢 也也到了头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金融 非金融企业 还是机民部门啊 呃 那么两个真正的财富创造部门 加杠杆的空间呢 都已经敲烂消失 按理说你的债务经济不然往前走 啊 同时啊 这里面还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啊 那么中国社科院的这个金融研究所啊 这个所长张晓青啊 这个他有篇认文 中国的债务积累已可持续性啊 他讲到当前中国债务率呢 是超过270% 接近300%啊 那么这个呢 是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的 就一般的发言人国家是没这么高的啊 发达国家可以高一点 就好像富人 你多借点钱 问题不大啊 穷人你借钱多啊 这个信用 你信用不好啊 你不能借那么多钱啊 那么中国是还是一个这个中国自称为发言人国家 中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是吧 是个很不一样的发言人国家当然啊 但是呢 中国的债务率呢 明显的高于新兴经济体 那么张晓青的这个270呢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口径啊 一开始我们就谈啊 三个口径啊 他这口径是比较小的啊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认为啊 这个目前的中国的债务是高达300亿到400万亿人比上啊 也就是说啊 债务率可能是高达400%啊 高达400% 这是大多数人的攻击 那么官方的承认 张晓青这个基本上代表官方啊 他是官方的学者 那么基本上他是300%啊 那么民间认为呢 可能到400%啊 那我们我们就按这个口径来算啊 300%到400%的债务率 那么按照这个来算呢 那么目前的利息的支付呢 从2012年以来啊 可以说利息支付就已经超过了增量的GDP啊 就你每年新创造的财富啊 是不够还利息的啊 那么2015年的这个利息支付啊 跟那个新增财富之比已经超过了150% 也就要支付的利息是新增财富的150倍 1.5倍 那么这个是张晓青的口径啊 那么这个如果是按这个 按海外的口径呢 比这还要高啊 然后呢 这个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啊 那么这个倍数已经达到了接近400%啊 就这张晓青的口径 就你要还的利息跟你新增财富相比啊 新增财富只相当于你要还的利息的四分之一啊 那么这个很高了啊 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呢 虽然在这个期间也上升了 但是它的利息支付占财 这个GDP的比例呢 却是下降了 这跟中国的情况不同啊 所以中国的情况其实更加严重 还有一个呢 中国有一个特点啊 就债务风险的更多的向公共部门急剧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裁判员啊 变成了运动员 政府下场啊 他在踢球啊 那债务当然就在他身上了 实体经济债务当中 企业部门占比大约是60%啊 所以企业家还是比较有约束的 而在企业债里头呢 实际上是国企占得多啊 国企占比60%到70%啊 民营企业你想借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所以这里头出现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国际民退啊 每一轮的政府 政府作为裁判员啊 变成运动员啊 向下踢球啊 他都带了一个面具啊 这个面具叫什么 叫国有企业啊 或者叫地方啊 债务这个地方公司啊 地方的所谓融资平台那些公司 带了一个面具 但是他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其实就是政府 就是裁判员啊 裁判员下场这个带个面具啊 国企的面具啊 地方啊 这个平台的面具啊 那么下场踢球啊 那么债务了 当然就集中到他们那去了啊 那么国企呢 占整个企业部门债务的60%到70啊 那么其中呢地方政府的平台债啊 又占了国企债务的50%左右啊 如果重构债务的结构啊 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啊 就会看到私人部门的债务 占整个中国经济的比重呢 大概是110%啊 这个私人部门呢 就包含了居民啊 也包含了这个民企业 而公共部门呢 就政府部门啊 再加上国有企业啊 地方平台等等啊 那么是160啊 也就是说公共部门的杠杆力 远远高于私人部门啊 那么世界上主要国家都不是这样的啊 他们私人部门的债务的通常都要远远高于公共部门的债务 因为私人部门是有还钱的能力的啊 地方啊 这个政府呢 你你借那么多钱啊 最后是纳税人来还的 老百姓来还的 这个不合适 那么G20国家总债务 占经济的比重是239%啊 比我们低其中私人部门的债务占比呢 是149%啊 公共部门的债务的占比呢 是只有80%到90%啊 也就是啊 这个以这个居民啊 和企业借债为主啊 那么以中国公共部门债务率的相差了70到80个百分点啊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中国的债务太高啊 第二呢 中国政府太难折腾了啊 这个政府和政府戴了面具的国企啊 他们的债务率太高 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是有注水的啊 这个那么这个呃 前面说债务占经济的比重270%啊 那么这个呢 假设经济是真金白银的啊 如果经济不是真金白银的呢 那你的债务率就更高了 那么经济很可能就不是真金白银的啊 我们在地方呆窩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地方的这个经常会注水啊 那么企业呢也配合政府啊 你要我写一下今年的这个引进外资多少啊 我就给你写吧 或者你你希望我这个今年多报点产值 我给你多报吧 只要你不给我收税 收税就可以啊 呃 其实这个经济是注水的啊 那么最近呢 有一则消息啊 就内蒙古调检了2016年一般公共议算输入530亿啊 占总量26.3% 核检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啊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什么意思呢 啊 内蒙古现在他说我过去其实我没有啊 没有拿到那么多财政输入也没有那么高的工业增加值啊 那么我要把它降下去把这个水分挤掉挤了多少呢 财政挤了这个这个四分之一以上 那然后呢 这个工业增加值挤掉了40%啊 既然他40%都是假的啊 天津冰岸星期也是一样 那他的缩水的这个幅度啊 这个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啊 缩水的幅度呢 既然是三分之一啊 那么辽宁挤过一次水啊 现在大家都在挤水啊 这个新的政府的领导人上去之后 他不愿在原来的领导的那个假的数据上去增长 那太痛苦了 先把它挤掉吧 那么一般估计呢 中国这个经济的数据的造假 地方经济啊 普遍在20%到40% 那么现在这个猜测呢 是得到证实的 如果把这个把经济再往下销一销啊 债务还那么多 那债务力就更高了啊 所以中国的信贷债务经济基本上已经达到 他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你到底啊 你不然在折腾了 在折腾你要说大事 但是我们可悲在意呢 形势极机恶化 一个呢就是疫情啊 疫情本来呢 这个情有可言啊 这个时候政府呢 这个印钞票是吧 然后呢 这个政府用财政啊 用信贷启动啊 然后呢债务力上升 有它的合理的这一方面 但是呢 我们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我把它称为叫新三面红旗 正在加剧当前的债务经济 那么过期呢 我们知道啊 有新三面红旗啊 这个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 那么现在呢 又出来新三面红旗啊 我把它称为叫联俄啊 返美啊 然后清零啊 这个新三面红旗呢 都是都是领导人的啊 这个以前我们是最高领导的 现在也是最高领导 打上他的印记的 这新三面红旗 对整个经济 和整个债务啊 以及债务经济的 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那我们看到 由于你联俄反美 是吧 那么跟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所代表的 50%的全球市场就渐行渐演了 所以我们前两天啊 这个我以前在北大的老师林毅夫啊 又站出来胡说八道了 这个他说这个 哎呀 中国未来的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的两倍 是吧 然后美国都好好跟中国搞关系 中国市场规模大了 你得求中国了 那你不想想美国加上西方 人家整个市场份额占钱 就是50% 谁求谁啊 是吧 根本就不那么回事 也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呢 这个以前是他能够 他说中国的这个技术生透力 现在还处在好的 很好的一个期间段 技术生透是什么呢 你的原创的技术 得从美国西方进口啊 是吧 现在美国脱钩 核心就在于科技的这个 降维打击 就是不允许你再超美国的作业 可以超作业啊 你可以引进的时候是一回事 但是呢 当你不能够引进你的技术生透力啊 所谓的这个期间就不是 跟过去的正常情况就不同了 还有一个呢 这个过去我们知道 这个在没有脱钩的情况下 那么中国制造业啊 有他的巨大的优势啊 但是现在中美国 以前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在重构啊 所以整个这盘棋已经跟过去不同了啊 那么你还说会 中国经济有8% 9%的这种增长 其实是不是胡说八道吗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最近又出现一个大骑士 前面我们这个都不讲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么这个呢 最近是中美国以 东盟其实成了下围棋的那种胜负手 东盟很重要 东盟国家呢 是召开了峰会 那么这个跟美国是吧 最近我们知道跑到纽约去啊 跑到美国去召开峰会 然后呢发表联合声明啊 双方要建立啊 这个有意义 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 什么时候就开始呢 10月份啊 今年的10月份就升级 它背后是什么呢 啊 国内的报道了 就是说美国要对东盟投资1.5亿美元 然后他就哈哈一笑 这算啥呢 这有什么用呢 是吧 这不是个小蚊子吗 不是 这个根本不重要 美国投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升级为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是吧 他要美国东盟要重组全球的产业链 那么这个呢 就动摇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而且呢 必然造成国内的海量的失业 这个事是大事 产业一旦转移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是吧 那么东盟呢 成为成结中国产业转移的 从地业来说 从各个方面来说 首当其中 那么我们看到 包括新加坡在内 新加坡沿着脚踏两只船 但是在最终的关键时刻 他上了美国的船 是吧 而且呢 这个毫不客气 这个 那么这次呢 我们看到整个东盟呢 很明显 他们显得了一个新的战队了 那么中国和东盟 东盟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2021年双边 这个贸易总额呢 这个8782亿 那么占了整个中国外贸比重的 接近15% 也就是七分之一 同时这个东盟所有的四个陈阳国 都跟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里头 它是占了半壁江山 所以东盟一旦朝美国靠拢 跟中国见戏见眼 那么节地 我们说这是个大事 这个会影响很大 那么这由于什么呢 由于联俄反美造成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面红旗 叫经济新冠清零 新冠清零比前面的那个影响 就目前来说还要大 对中国的债务经济的影响还要更大 新冠清零会影响什么呢 带来什么呢 就是经济的清零 关于这件事的 我说世纪化 病毒清零是中国梦 病毒不可难清零 经济已经先清零了 病毒没清零 经济已经先清零 那么甚至经济已经转阴了 原来经济是阳性 现在是转阴了 而且变成负增长 这很麻烦 非常严重 那我们看到服务业首先崩溃 四月份的服务业指数 从三月份的四十二点零降到了四月份的三十六点二 背后呢就是把城给封了 封城封区 随系这个买东西的没法买啊 所以整个市场的服务业全部被干掉了 那么戴泽而且呢就是以大白为代表的机委会大发奇才 他们控制 他们接待了原来市场的这个产业链 然后这个游艺服务也没有了 那很多人也没工作了 那输入也没有了 消费也没有了 所以输入和消费呢紧接着就崩溃 三月份全国个人所得税同比爆降百分之五十一点三 这个所得税爆降后面就是输入的暴跌 那么三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负增长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说明没能花钱买东西了 这个厄运的马真的跑不动了 那么背后呢我们知道又是产业的崩溃 以及第五次财源潮 所以呢不仅是房地产在崩 那个教培行业崩了 科技行业以互联网为代表 也在前线溃败 所以大规模的财源潮就发生了 互联网行业平均每家大企业都在财源 财源的比例在20%以上 几乎没有例外 然后呢这个改革开放总共 开放以来总共有五次的大规模的财源潮 那么目前呢就是最新一轮 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 城镇失业达到了14.3% 这个非常高 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全国有两亿人 处在所谓的灵活就业的这个状态 灵活就业其实就是没什么正式工作 也就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你要不干活你就没事的了 手停口停 27% 明年估计呢 灵活就业的人数会上升到三个亿 同时呢这个除了消费不行了 消费我们看到出口也正在迅速的放缓 今年我们就一车 今年的出口呢肯定会放缓 那么现在已经放缓到了个位数 是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的外汇的家底四月份 创下五年多的最大的降幅 那么这个四月份相比三月份下降了2% 那么这个是16年 四月以来的最大的业度降幅 那么海外投资者呢 正在抛售中国的股票 然后伦币呢 今年以来跌了这个6% 这个其中的半个月 这个四月份半个月时间就跌了超过3000个基点 整个四月份下跌是4% 然后其他的金融数据呢 更是雪崩 比如说社会融资增量 比七年同期下降了51% 这什么意思呢 你无论政策怎么刺激 就是没有稀求 你白给人送钱都没有人要了 新增人币贷款呢 比三月份减少了 这个2.48万亿 降幅是接近80% 比七年同期是减少了0.83万亿 距降56% 说明什么呢 企业彻底敞平 只想裁言过冬 然后四月份的居民的贷款呢 新增呢 也是负增长 这个 那个减少了2170亿 那么这个居民呢 也是彻底的躺平 不买车 不买房 不生子 然后呢 要做最后一贷 那么四月份的新增人民币的贷款呢 是6454亿 这个三月份是三 这个31254亿 七年同期是1.47万亿 那么四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相比商业的巨价接近80% 比七年同期的巨价接近60% 所以都是一片 这是无法想象的血崩 只有银子弹 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才能造成这种影响 中国没有受美国的制裁 但是我们受到清零政策的自我打击 这是自杀性的经济打击 那么第三方的研究表明 这个二季度你还这么玩 中国经济会出现 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的 再次的萎缩 也就是负增长 所以病毒是不可能清零的 永远都不可能 就像毛泽东想消灭麻雀 消灭血系虫 到现在也没消灭 中国到处是麻雀 到处是血系虫 是吧 这个谁也做不到 清零病毒清零不可能 但是经济已经清零 而且变幅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经济已经现多项危机 就业 消费 出口 民间投资 然后房地产 债务违约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的危机了 这就都很严重 那么我们说 这个目前出口和消费两大 经济的三大支柱 两大支柱已经都不行了 这个都熄火了 彻底没脾气了 短期利益根本没有办法恢复延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剩下最后一招 如果你还要保经济 是吧 稳经济 以前的这个总理是喊这个六个稳 那现在是六个保 但是呢 越来越难稳 越来越保不住 那么只有一招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赶紧加大投资 加大投资 但是投资的现在又受到物流不畅的影响 也受到清零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不得不喊出来 这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 你别光搞清零 基本职责别忘了 也别一刀切 如何如何 那么政策的接下来大气势的 又是一轮新的债务经济 因为没别的办法 就是消费出口都不行 那么只能搞基建投资 再来一轮基建狂魔 所以债务经济会继续上升 直至崩溃 那么急呢 就是新四万亿再玩一遍 那么现在不是十四万亿 那么今年呢 这个实际上是十五万亿 从目前来看 这个地方政府拟定了几千个重大项目的清单 那么计划投资呢 至少达到十四点八万亿能力 所以呢 要砸十五万亿下去 而基建呢 我们说是中国经济的死路 为啥呢 就是因为你新创造的财富 是吧 很少 就是基建的投资回报很低 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 同时呢 这个你借了钱之后 你要还利息 你这个新创造的财富 你还不了利息 是吧 那不就是一条死路吗 数十年的大投资 基建已经饱和了 很多的城市都是重复建设 高铁只有金户线有盈利 其他都是亏损状态 所以中国的高铁好啊好啊 好什么呢 都在亏损 亏损了谁来掏这个钱呢 还是老百姓 国外为什么人家不搞这么高大上的这个高铁呢 人家要考虑有没有投资回报 是吧 不要纳税人增加他们的负担 高铁饱和了 现在还要准备搞十千福 四重四横 都要搞闲浮列车 当然又是一大笔投资 然后呢 可以变成漂亮的GDP 然后跟美国比比 你看我今年GDP又涨了 但是有啥用呢 这是泡沫型的GDP 那么最终呢 债务经济难以为继 迟早爆雷 那么债务经济何时爆雷呢 不清楚 是吧 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 这个日本 当年也是爆雷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也是爆雷 美国也一样爆雷 而我们现在这条线 债务占经济的比重 实际上是超过了这个可以说要超过历史上所有的这些爆发危机的国家 就比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债务力还要高 那我们肯定进入了一个雷区 什么时候爆雷没人知道 也可能明天就爆雷 也可能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以狼共舞 就在雷区里面 这个还在那 这个喝酒玩乐 还在那这个岁月静 还在那往前走 但其实已经在非常凶险的雷区了 债务的雷区 那么克鲁格曼的当年讲过 他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好奇 也就是你劳动力没了 那么就会形成一堵墙 你再这么去狂投资是不行的 然后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 而且呢 这是法西斯张仪已经唱响了他的结唱 这是克鲁格曼的言话 那么债务经济的镜头呢 就是你没有人生意劳动力 这是克鲁格曼讲的 这是一个内部因素 就可以观察的 就过剩劳动力到了一个边界 你的债务经济的也就到了一个边界 那么今年呢 很显然 今年没有过剩劳动力 今年的中国的劳动力不是增长 而是减少 总的劳动力 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也是人口老龄化 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的 可以说一个旅程碑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七年是房地产爆雷 房地产公司爆雷之后 接下来的我们看 就地方政府核实爆雷 这个我仔细观察 那么其实这就债务经济的一系列的爆雷 那么除了这个内部因素之外呢 还有我们值得注意的引发爆雷的 这个外部因素 这个外部因素是什么呢 是美元书说可能会刺穿中国的债务经济的泡沫 那我们知道美元 这个是这个美元的货币政策 其实是对前修经济影响最大 所以美国是前修经济的领导者 那么这个领导者主要一个影响 就是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 而当前美元的加息 前修很多国家可以说是鬼乎狼嚎 一片经济震荡货币金融 这个股市都在震荡 5月5号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 它的基准利率到了0.75%到1%的期间 兑现了200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次加息 并且宣布将从6月1号起缩表 就是缩减9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负债表 每页削减475亿美元 且在三个月内上调到950亿美元 美联储为啥这么干呢 因为美国的通胀已经达到40年来 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美国的就业力很好 就业失业力只有3% 你看我们的失业力17%几 人家只有3% 所以他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府 他最关心的就是就业 只要老百姓就业很好 充分就业然后大家就有输入 那就没关系了 所以呢他加息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一季度 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出现的负增长 很多人美国经济负增长怎么回事不得了 其实美国经济负增长没有任何问题 为啥呢 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他是充分就业 第二呢他的负增长是因为他的经费的支出 减少了百分之八点几 这个时候呢就他的他并不仅没有增加经费 他减少了经费支出 所以导致了他好像是这个GDP的降低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 也是政府适当的减少了一部分支出 是吧 然后他的充分就业很好 如果把这部分加上 他的经济非常好 所以这个一季度的这个负增长呢 对美国来说 这根本就是他做出来的 我们这边是喜欢把GDP做高 而美国的故意把它做低一点 所以我们都不要受梦骗 然后美颜收缩就可能刺穿 中国的信贷泡沫和在位经济 美颜收缩人币就会贬值 所以我们看到已经在发生了 那么所以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很痛苦 美颜收缩你要不要跟着他收缩 你跟着他收缩就正常 你不跟着他收缩 那大量的这个是吧 美颜就要从中国撤出去 大量的资金资本从中国撤出去 那人币就要贬值 那我们现在正式出现了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经济很糟糕 我们不得不扩张货币 不得不扩张财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大量的资金就从中国国内跑出去了 那么这个也会对世界产生一个 通缩性的影响 人币贬值之后 导致中国在前究GDP中所占份额的下降 极大的降低中国对大众商品的吸收 进而销落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 这个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有点像是一个算总账的时刻 就是所谓的明斯基时刻就来临了 饥饿的公共和私人债务 然后人口老龄化 出生率急剧下降 数以亿计的现役贫困的人 无法在社会流动 没有社会安全网的保障 生态和天然资源面临挑战 城市受过教育的精英 他们夜来夜不满 然后人权与少数民族矛盾 那么资源和能源短节 包括粮食危机的潜在的 今年有很有可能 极大的概率会爆发粮食危机 以后我们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呢 中美战略竞争 加上国际地盐政治的冲突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 都加在一起 那是一个算总账的时刻 而这个导火索呢 我们看到就三面红旗 是吧 这个特别是清零 导致的这样一个 极机的形势变化 那么再加上美国加息 这个总的信号 货币的信号 这个信号枪的打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看到中国经济 实际上走到了一条死路上去 就企业都不完了 躺平了 这个老百姓也不完了 甚至连儿子都不给你生了 不给你生韭菜 那么这个时候随西玩 就是裁判员下场 变成运动员 政府在那玩 当然带了几个面具 一个叫国企 一个叫地方民态 但说到底你自己玩 自己玩呢 你的债务 公共部门的债务就很高 是吧 那你玩的效率很低 你不会玩 这不是你擅长的游戏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 不就走到一条急 这个绝路上去了吗 那么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正好是我们说的 企业家的制度性示威 企业家不是不想看 而是被迫躺平 年轻人不是不想生孩子 不是自己想做最后一代 而是被你们逼急了 他不愿自己的孩子 将来还在像自己这种 绝望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生活 是吧 所以呢 大家都躺平 那你自己去玩 就是这样 那么企业家是他的思维 他不在位 他不到位 不是因为他不想在位 他不想到位 是你不让他到位 中国的企业家 企业家本来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我们说这个市场最重要 然后市场的主体就企业家 结果你把他们都给废了 是吧 你把他们这个打得奄奄一息 所以呢 他们都被打残废了 那你去干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叫 企业家的制度性示威 不是中国的企业家 没有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没有谈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 实际上是企业家的硬性的 制度性的示威 不让你上位 是吧 你一边去吧 这个 所以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你必然导致的就是 用投资来替代消费 老百姓也没钱 你把老百姓钱都抢走了 企业家也不干活 是吧 那你没有 企业家没有投资 没有民间的投资 那你只好政府去投资了 政府投资 你就被债了 那不就是这个 国家性的债务经济吗 其实这么回事 那我们以前讲过 企业家其实是文明的产物 就是企业家不是人 不是说简单的说 这个人是企业家 那个人是企业家 不是的 企业家是一种功能 那么这种功能 这种能量 这种精神 它之所以能够发挥 它是一个文明的产物 它是市场文明 市场文明意味着什么呢 对产权的尊重 私人产权 私人财产权的尊重 私人财产权是整个文明的基础 自由的基础 然后对市场主导的尊重 然后对企业家 以及他们所创新的企业的尊重 你得有这套东西 那么中国现在 有一点点的来说 表象 但是骨子里边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说 这套市场文明 只是冰山上的冰尖部分 它里头是什么呢 宪政文明 是吧 你现在 你要建立现在产权制度 你必须先建立 现在政权制度 对吧 政权不到位 产权永远不难到位 是吧 你这个 这个亡权总是在楼里产权 挣钱总是在抢劫 这个产权 那你 你哪有什么 这个现代市场文明呢 所以后面呢 就是权力制衡法 自由与人权保障 然后这个宪政文明 从前就来看 我们知道 它的背后 它的底层又是新疆文明 就是你建立这套宪政文明 你背后都有一套理念 是吧 生命权 财产权 神圣不可侵断 上帝面前能能平等 我们看到这次 这个疫情很明显的看出 上海人跟很多地方的人就不同 前方很多地方都在封城 根本不发出声音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 国家很困难 是吧 国家现在要让你付出一点代价 你就冷一冷吧 就过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金爱国 传统的那套封建思想 上海人不这么看 上海人说 国家跟我就是一个企业关系 权力义务 那你官员 你警察执法 你跟你哪条上门 他都给你问一问 那么这个就是现代公民意识 那么很多地方的人很显然 他们达不到上海的那种现代公民意识 还以为自己很先进 其实落后的无边 根本就是穿着现代服装的清朝人 只有上海人的这个真的是 外面穿着西装里面也穿着西装 那么这个但是上海人太少 所以他们对生命权财产权 这些基本概念都没有 你这些基本的概念理念没有 信仰没有 你怎么建立现代文明呢 那是不可难的 所以呢我们都很缺 整体呢就是我们缺企业家 缺企业家呢是缺少一个企业家的 这样一个文明的体系 那么最后呢就看到这个权力在那膨胀 权力在那踢球 踢来踢去累得要死 忙得很 所以里根说过 里根说一个伟大的总统 伟大的总统不见得要做伟大的事 而是什么呢 在他的领导下 让其他的人做伟大的事 我们正好相反 我们的领导很想做伟大的事 他一做伟大的事 所有的人都做不了伟大的事了 大家都躺平了 是吧 那你这个经济当然就是债务经济了 所以我们讲过这个 我们不多讲了 那么中国的改革呢背后有什么 中国改革再一次失败 就是这个因为你没有把权力装进农均里 权力把你装进农均里 那你只好躺平 你没别的办法 没有市场的消费主导 没有企业家的创新主导 老百姓不消费 企业家不创新 那么当然就是债务经济了 所以债务经济就像当年的短期经济一样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 典型的特点叫什么 叫短期经济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了 是吧 我们变成那个什么呢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是吧 好像是一个资本主义 但是实际上国家在控制 权力在控制 或者叫权贵经济 是吧 表面上有个市场 但是实际上的权力把市场装进笼子里 这个叫权贵经济 权贵经济呢 它的典型的现象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就是债务经济 因为它的议算是没有约束的 暖约束 是吧 所以呢 债务经济呢 就变成了议算暖约束 私下的必然 所以债务经济是权贵经济的必然 而短期经济是什么呢 是封闭体系下 这个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必然 所以呢 债务经济呢 实际上对应的 就是短期经济 那么中国经济 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叫 made in made in government made in by government 是政府制造的 不是企业家制造的 是吧 政府主导信贷启动 国进民退 债务上升 然后是一个泡沫性的GDP 很好看的GDP 但是最后没有最终的消费者 你造这么多高铁 有啥用呢 造那个磁线部有啥用呢 这个包括你修那么多机场 你一年停几架飞机呢 消费者买不买单呢 不管 先制造出来再说 那是泡沫的GDP 那我们说中国经济 最终究竟向何出去呢 毫无疑问 这个经济是不行的 如果是这样的经济 这个各种的外毛病都会出来 所谓的文革2.0 晚清2.0 日毛2.0 冷战2.0 乱世N.0 都会跑出来 所以中国经济 一定要告别传统的商军书模式 就是全力把人民 把市场都装进笼子里 然后别人都是韭菜 他就是镰刀 一定要回到真正的市场文明 一定要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让企业家成为主体 让经济增长的国王 在中国登上王位 而且加冕 能够让市场成为真正的资源配置的主导 那么这个才行 那我们现在离这应该说还是蛮远的